为什么要推我 连续翻滚五圈 馆长嘲讽赖品渝自摔还诬赖记者 赖品渝第一时间把记者推撞 后来改口说是自己跌倒 没想到到了晚间 第三度改口说是被骚扰才跌倒 他还一路尾随 不停地骚扰我 完全无路可走 那也因为这样而摔倒 一天内赖品渝三度急转弯 这显示第一时间赖品渝明明知道 记者根本没推人 却故意再张说谎 你自己去撞三脚架 你们民进党怎么可以 厚颜无耻到这种再当嫁祸 网友抛轰跋扈小公主 超级迎后跌倒不可耻 先人跳就很可耻 还嘲讽他说足球明星 内马尔都没你会演 拼命想扶赖品渝起身的记者 不只被诬赖是推撞的人 绿营竟然说这是近身采访 是骚扰 但随便一先 政坛大咖 柯文哲 侯友宜 蒋万安等人受访画面 媒体疯狂围堵 这绿媒贴身采访时 怎么就没人说这是骚扰 我记得有一次 我被这个摄影机打到头 这个都很正常 我也不会去讲说 哎呀你打我 我们不会夸张的叫成 好像杀人犯来了一样 赖品渝他的这个 娇滴滴的大小姐的这个气度 好像是小了一点 民进党赖品渝 如今疯狂陷害围剿记者 蓝军炮轰正因为记者问你 云豹的钱为何流到新潮流 还有你的口袋 你答不出来 今天如果你选择站住脚 就不是以这种回避的方式 讨论是非对错有这么难吗 他是不敢答 还是没有答案可以回 所以就开始这个往前跑 快步往前 网友翻出三年前 朝野立委协商时 身穿牛仔外套的赖品渝 当众剖开在立委座位旁 自摔小公主跌倒不稀奇 赖家帮云豹赚百亿也不稀奇 稀奇的是 民进党执政不只可以把媒体关台 媒体你话的媒体 公主立委都可以演场戏 害死你 记者黄义军王志恩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